丹哥恭喜 有趣的回憶都不太適合講 對 有些回憶都不太適合講 對 自己知道就好 凱哥要幸福 就是一個宅男 不會交女朋友 一輩子都交不到女朋友 對 然後現在突然結婚了 很驚訝 那下一位要換現場 換別人座了 對 換別人座 這邊都是大學同學 凱哥 恭喜你啊 想當初我們也是 就是在這個 對 巨人社裡面 革命的情誼啊 祝你早生貴子 謝謝 凱哥 恭喜你 然後就是可以完成人生的終身大事 然後祝你早生貴子 謝謝 好 普通卡 幸福快樂啊 百年好合啊 早生貴子 早生貴子 對 以後還是要藏出來啊 好 謝謝 誒 凱哥要繼續幸福下去喔 凱哥 繼續加油 祝福凱哥跟蝴蝶 幸福美滿 謝謝 謝謝 節運快樂 那 我其實也沒什麼特別可以說的 可是我只能感謝你 之前剛交女朋友的時候 有時候去拜訪 你的正義都可以借一下 謝謝 謝謝 就這樣 隔壁那位 來 隔壁那位 來 隔壁那位 來 來 祝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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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後祝凱哥幸福快樂 凱哥我跟郁祥一樣也是在專題的時候 跟你們有認識 那專題那段時間你在實驗室呢 跟全哥一起抱專題的時候 還有一起跟學姐在討論專題的時候 那個真的是帥氣啊 然後你今天一樣是最帥氣的 恭喜恭喜 凱哥人家說有人同穿一條褲子啊 你跟我同穿一條內褲過啊 所以今天你新婚啊 恭喜你啊 好 不要再穿錯內褲了好不好 自己的內褲自己穿 好 新婚快樂早晨歸子 凱哥 你是我第一個 就是 同學裡面就是第一個參加 我第一個就是第一個同學參加婚禮的 然後就是祝福你 祝你就是早晨貴子然後新婚快樂 然後記得定期出來晚 好 開始嗎 欸凱哥 還記得我們大二的那個巨人社嗎 我們好久沒有在一起跳跳神了 好不好 好今天 今天呢我們就祝你 新婚快樂 早晨貴子 凱哥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講什麼 去年來台中 你還沒跟我靠腰說 你沒有女朋友 結果一年後的今天 你跟我說他媽要結婚了 我真的覺得你太唬爛我了 好啦 祝福你 早晨貴子好不好 趕快報個小朋友 看你的爸很興奮的樣子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光海 說真的 要我講對你國中有什麼印象 我一點想法都沒有 真的想不出來 你有什麼 我只記得你會打PS2 然後 啊 有一次 你叫我去中午買便當 如果飯錢你還沒給我 可是我到最後沒跟你要了 算了啦 對啊 所以 看到你今天這樣子還是很開心 當年大家都想說我可能會先解 也沒想要被你阿屌跟阿雞先搶先搶簽了 好啦 祝你幸福快樂 恭喜恭喜恭喜 阿楷 阿楷 婷玉 祝你們幸福快樂 阿楷喔 就是 其實我跟他是從高中大學都認識嘛 都是同學啦 對啊 然後他高中的時候其實 呃 那時候三年都沒有交女朋友 然後我想說奇怪他長得還不錯啊 然後也都沒有跟女生沒有進展 然後其實 還是蠻害怕 不過我們那時候真的 像剛剛小艾講到了PS2 我們那時候真的都在打遊戲 包括我們那個 我們五個人開始打網球 就是先從 PS2的網球網址開始 然後我們一打之後 就打到現在 我們都還在打網球這樣子 對啊 然後 然後 PS2我們 我跟他還有發生一件很嚇的事情 就是 那時候我用騎摩托車載了他的PS2 放在腳踏墊上 然後 我們在玩 然後就在蛇行 結果被一個便衣警察攔下來 他以為我們那包裡面是放什麼 偽禁品 結果 打開是一個PS2 那是很好笑 那 阿楷今天 在這裡辦 這樣子 婚禮啊 然後找到一個美腳娘 真的很 很祝福他 對啊 然後 也聽說他的老婆是一個髮型設計師之後 會來台中工作 那我們就一定是忠實顧客了 對 要給自己賺滿 反正頭髮總是要剪的 那祝福他以後 不管是工作啊 婚姻啊 事業 然後家庭生活都很美滿 這樣子 恭喜恭喜 雖然我跟你認識不久 但你一定要幸福喔 每天都快樂 阿楷其實我跟你滿有緣的 就是我們 當兵的時候 心訓也是一起 然後那時候也在我隔壁臉 跟阿狗 然後 換了我們心訓結束了之後 分發又分發到同一個臉 所以我們等於多做了一年的同學 對 然後在期間你也當假設士 然後也很受poe跟那個 才就是他們朋友的賞識啊 對 就是你真的是一個很好的人 對 就是人見人愛啦 到哪邊都是很有人緣的人 也希望你今後就是 事業然後家庭都可以良得意 這樣子 謝謝 來 謝謝 直接講就好嗎 阿楷其實我也跟你滿有緣的啦 從高中畢業之後 大學 當完兵 我們不約而同的到同一家公司 細品 一起工作 然後呢 你之後因為有些原因 然後離開公司 去其他部門 然後 之前我結婚你來當我的伴郎 現在換我來給你祝福了 祝你早晨歸職百年好惡 謝謝 下一位 阿楷 說實在高中認識你我也 沒有想很多啦 就是看你覺得蠻單純 蠻好欺負的 對啊 聊過之後才發現 原來你家跟我家住蠻近的 之後 就常常去找你啊 不然去你家唱歌啊 還是去你家 游泳約你出來打網球啊 其實 其實我覺得啦 就是人跟人相處在一起就是 很 很單純就是 其實我也不知道怎麼講啦 對啦 就是現在有點乾啦 然後 就是我希望你就是以後在 事業上還是 跟 家庭上 希望 有 能 有很好的發展 然後 希望 你能 快樂 好 謝謝 阿楷 說真的喔 我不知道講什麼 嗯 跟你畢業之後 其實有一段時間沒有聯絡 聽到你結婚的消息 我也蠻開心的 嗯 嗯 說真的 蠻懷念跟你在一起玩的時光 嗯 算你沒有來我的婚禮 但是 我有來到你的婚禮 希望你 每天都快樂 阿 假設 我 我不知道怎麼講 祝福他 祝福你 跟你老婆 百年好和 嗯 假設 真的小孩記得要跟我 分享這個喜悅 嗯 然後 謝謝你阿 謝謝你這三年的 陪伴阿 說我們 沒有讀 沒有約定好 沒有達成約定一起去平課 嗯 嗯 其實我還是很珍惜那段 有情 嗯 嗯 我很想唱歌 可是 時間好像不多了 後面的人好像在看 看我 還是讓後面的人唱歌好了 OK 謝謝 嗨阿凱 好久不見了 呃 好 看那邊 那個 就是 欸 記得就是以前就是高中 我們大家就 我們班大家都很好啊 我就會去 像下課啊 就直接跑 衝去福利社 就是搶便當啊 然後 常常去球場打球啊 就是 其實我們大家都很好啊 啊 畢業 高中畢業之後有一段時間 我念北部 你念南部 我們比較沒聯絡 啊 現在就是聽到 你要結婚的消息 很高興 啊 就祝福你跟太太 早生跪止喔 謝謝 謝謝 呃 中海 今天還真的還蠻恭喜你的 喔 呃 在高中這三年 我覺得 我們大家生活 還真的蠻快樂的 雖然說不出什麼 很有趣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平凡 或許就是一種幸福 那 今天還蠻意外說 欸 你今天突然間 呃 結婚了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在之前 有同學結婚的時候 你還跟我講說 我問你說 欸 你什麼時候要結? 你還跟我說啊 不急不急 沒想到這個時間來的這麼快 對 那在這邊還是要祝福你 呃 娶到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新娘 喔 那 未來在 人生的道路上 你又多了一個伴 那希望 之後 接下來你的日子 能夠過得很幸福 也很快樂 謝謝 喂喂 欸阿凱 我補充一下 其實剛剛前面講的屁話 都是騙你的 我真的想跟你講的是 其實 我覺得 你這個兄弟 從國中認識到現在 不管是我們打球 然後打遊戲 看漫畫 到一起很多很多事情 從國中高中 到大學 雖然我們分開 高中 過後就分開了以後 可是其實 不管每次回台中 或你從屏東回來 我們會約去買衣服 等等這些事情 其實一路走來 看你現在 經歷了很多不同段感情 或者是到現在 你找到一個 你非常非常愛的人 到你今年 你跟我五月說 你跟我說 欸小愛 我想要求婚了 其實 我覺得我非常非常為你開心跟感動 尤其是 今天又當你的伴郎 看你真的就是 走到你人生下一個階段到現在 呃 我真的 我真的只可以跟你說 兄弟 真的一輩子幸福快樂 真的幸福快樂 祝福你 兄弟都在 加油加油 謝謝 謝謝 祝福你們白頭偕老 我想一下 我要講什麼 快點來全拿著 還是 恭喜你 有機會找到自己的新娘 啊 就 不要再找不到人了 去年明明還看到你 你突然間就不見了 然後就結婚 啊 有機會再多約出來啊 謝謝 那 幸福愉快喔 拜拜 祝你百年好合 我們這週在等你的百元 百元圖 百元子圖 對對對 謝謝 謝謝 國中海 從國小到國中 我們都一直是同學 那 相隔了這麼久 也恭喜你 有找到 適合你的人選 也希望說 你的幸福一直 幸福美滿 然後能夠 天長地久 一直走下去 好 謝謝 國中海 祝你幸福喔 沒有哭啦 啊 我沒有哭 就是要幸福啦 對啊 很辛苦 娶到美嬌娘 要記得對人家好一點 謝謝 謝謝 國中海 恭喜你 然後記得 不管什麼事情 老婆永遠都是最對的 對對對 祝你早生貴子 百年好合 謝謝 OK 謝謝 想說很常跟你吵架 可是今天你要嫁了 其實很不捨 那也是祝福你跟哥哥可以 就是 幸福到老 然後每天都很恩愛 不要常常吵架 或是 最好是都不要吵架最好啦 那也希望哥哥你能好好照顧姐姐 那祝你們幸福 謝謝 謝謝 祝姐姐結婚快樂 來 父親相撲知道是什麼 不知道 你會問他幾個 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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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包容 還有呢 還有 阿 做男生的要體貼 做男生的要體貼 祝男生要體貼喔 苗體貼這樣很不錯 勉強吧 OK啦 謝謝 祝姐姐結婚幸福 姐夫要好好等姐姐喔 OK 講完了 大家還好笑 那個雲滴 終於結婚了 先在這邊恭喜恭喜你 恭喜你 就是 跟他就同事了 很多可以講 Wendy 我不曉得說什麼 那個恭喜你 最主要的是 趕快生一個寶寶喔 恭喜 恭喜你結婚了 然後 趕快生個小孩 以後就可以一起帶小孩出來玩 祝祝你幸福美滿 莊凱首先恭喜你結婚 希望你能早生貴姿 好 OK啊 女優 女優啊 我講啊 早生貴姿做 早生貴姿做 好啊 祝中凱早生貴姿 百年好兒啊 好 中凱很高興你今天結婚 你實在太優秀了 我們最喜歡你了 祝福你天天快樂 幸福也滿 祝福你早生貴姿 爸爸最喜歡的啊 Kent哥 我現在是菲哥 菲哥 祝福你早生貴姿 希望你在這方面跟你一樣工作一樣 這麼優秀 嗨菲哥 美光不能沒有你 趕快回來吧 加油 你好 喇叭哥 預祝你早生貴姿 公司不能沒有你啊 趕快回來上班吧 Kent哥 之前受過你很多幫助 也希望你這次 呃 能早生貴姿 Kent祝你早生貴姿 希望你在那個 呃 你的新婚生活跟你一樣 跟你在工作一樣的順利 嗨 Ken 其實我不知道要講什麼 恭喜你結婚了 欸 早生貴姿 早生貴姿 我們 你這樣子以後 我們就不能在宿舍喝酒了 我跟你講 我還可以來下一位 嗯 呃 阿Kent 就 新婚快樂啦 阿 其實 阿不然我也啦 早生貴姿好了啦 早生貴姿 阿Kent恭喜你結婚了 然後 希望你之後能夠 白頭偕老 然後 跟大家一樣 早生貴姿 阿Kent 恭喜你結婚啦 祝你 幸福美滿 阿中凱 恭喜你結婚啦 祝你百年好和 那早生貴姿 阿中凱祝福你 新婚愉快阿 多講一點吧 我剛剛跟你爸爸已經聊完了 中凱 新婚快樂 新婚快樂 中凱可以娶到美嬌娘阿 真的很不簡單 破了重重難關 阿我當然在私底下阿 也有幫你說 跟玉璇說一點 很多很多好話 阿也恭喜你 娶到美嬌娘 好謝謝 凱哥 恭喜你結婚了 祝你新婚快樂 然後永遠幸福 以後還要常聯絡喔 謝謝 哈囉凱凱婷 婷 恭喜你們兩個結婚了 然後我想祝你們兩個 可以踴躍愛和 然後互相扶持白頭偕老 然後凱凱算是我 我覺得我是我一手帶大她的啦 因為我覺得 我現在看到她結婚 我都覺得很感動 然後剛剛進場的時候 我也是 就是很想落淚 所以我希望就是 你們兩個可以互相照顧 然後好好的 在一起 然後趕快生一個小寶寶 謝謝 嗨凱凱 當你的姐夫也大概半年多的時間 那麼 在這半年多的時間呢 我有一個心得想跟你分享 也就是說 當一個男人 然後成立一個家 要有一個責任心 那老婆不管什麼樣的 狀況 或者是說她不管 私底下有多麼的狀況 狀況 狀態不好 那你都要去體諒她 容忍她 然後 讓她 在外面呢 就是 漂漂亮亮 開開心心的 你知道嗎 每次 我們家 就是一堆的淘寶 一堆的淘寶 一堆的淘寶 然後 買的東西都是 化妝用品啊 她喜歡的東西啊 我覺得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我覺得 帶出去非常有面子 然後也很開心 然後 希望你們 往後的這個相處 能夠 開開心心 然後 天天快樂 那 勇於愛和 早生歸止 一起度蜜月囉 謝謝 請一下 請一下 蛤 什麼 請一下 呃 沒看到耶 哈哈 這些公眾場 有點優勵 謝謝 恭喜你 恭喜你 那個 蝴蝶 那個 阿凱 恭喜你們 那個 欸 沒有 那個 最後大學 最後我畢業那一年 謝謝你 給我們這麼多回憶 還有 雅璇啊 還有 玉娟啊 我們都在一起跳舞 然後 希望你之後可以 過得越來越好 越來越開心 謝謝 謝謝 阿凱 蝴蝶 恭喜你們 祝你們早生櫃子喔 蝴蝶 阿凱 恭喜你們 早生櫃子喔 完成公公的願望 趕快來吃飯 早生櫃子 哈哈 祝你早生櫃子啦 一定要幸福喔 謝謝 蝴蝶阿凱恭喜 那個 蝴蝶這個 小辣家終於嫁出去了 阿凱你也辛苦了 好 早生櫃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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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又好 啊 阿凱 恭喜你 然後祝你幸福美滿 早生櫃子 好 凱哥恭喜你 還記得之前 還在你的車上討論 你還問我說蝴蝶 是怎麼樣的人 欸很恭喜你把握住 這次機會 然後抱得美人歸 恭喜 恭喜 沒什麼好講的 好啦 我們真的太熟了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好講的 那就這樣吧 中凱 以後我們線上聊天就好 我真的不知道要講什麼 這就好了 半小時 你看 我有很多粉絲在那邊都在光我拍照 中凱 凱克先講正經的 祝你新溫快樂 然後如果你真的還需要去全聯的話 我可以陪你去 但是你要主動一點趕快去結帳 這不然在那邊很乾 謝謝 凱克恭喜你啊 一樣我是台中人 然後很高興在累球隊認識你 你真的蠻帥的 讚 凱克好久不見喔 好久不見喔 祝你 祝你幸福 早生跪止喔 幸福美滿謝謝 好久不見喔 祝你 百年好和婚姻幸福 早生跪止喔 謝謝 中凱婷譯 今天是你們人生新的開始 爸爸媽媽在這邊 祝福你們 幸福美滿 白頭偕老 那個人生的開始喔 夫妻喔 就是要互相扶持 互相扶持 相敬如賓 不要吵架 互相溝通 未來你們的幸福 就靠你們自己去創造 自己去經營 還有那個叫做勤儉持家 小富有儉 大富有天 這個要記住 你們這樣子以後 你們才會發大財 人進得來 貨才會出來 你們才會發大財 爸爸在這邊祝福你們 祝你們永遠幸福美滿 謝謝 中凱婷 婷婷 你們兩個已經結婚了 以後兩個人就要 快快樂樂的生活在一起 為自己的下半輩子要好好的打拼 為自己的下一代要努力的經營 就這樣謝謝 謝謝 謝謝 母媽希望你們能夠趕快生小孩 然後趕快 耳鎖滿堂 就學得不把講耳鎖滿堂這樣 對 希望你們要一直很幸福 然後兩個要互相 互相包容 然後互相支持 然後 一直到永遠這樣子 希望他們都幸福啊 我對他們兩個非常有信心 對於我這個當爸爸的眼睛應該是不會看錯的 他們年輕人加油 跟爸爸一樣 謝謝 對 我要說好的是說 他們就這樣兩個齁 經過多生幾乎 給我拍 有得好嗎 謝謝 祝福他們兩個齁 百年好合 早生貴子 這樣就好了 祝福新人 早生貴子 永遠幸福快樂 就那個郭忠凱的 老婆 早生貴子 幸福美滿 謝謝 謝謝今天來參加的大家 然後也謝謝所有的 幫助我們 支持我們的家人 跟朋友 伴郎伴娘 然後 全部一起幫這個婚禮 一起處理的所有的各位大家 很謝謝你們 首先要感謝我的爸爸媽媽 還有廷運的爸爸媽媽 他們都很辛苦 而且也有支持這個婚事 然後再來要感謝就是今天 一大早起來幫忙的所有人 他們都辛苦了 一大早 一兩點就準備 開車啊 準備東西 所以都很累 還有攝影大哥都是 大家都很累的辛苦 謝謝大家 那今天我覺得 雖然累 但是 整體下來是非常歡樂開心 就很值得的 這 這算是一輩子的回憶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 呃 今天開始 呃 我就成立了一個家庭了 那奪了一份責任 那我也會遵守我的承諾 對他爸爸的承諾 好好照顧婷育 一輩子好好照顧他 愛他 對 老婆 我愛你 我也愛你 為了 感谢观看